黄河专访 控制外的表演是一种浪漫 勇于在片场探寻艺术的各种可能 黄河热爱表演 他特别热衷挖掘某些可能性 也很清楚自己不甘只以一种方式表演 我很小就在这个圈子 一些导演 兼致遇到我都说 啊 黄河小朋友 可能对我有一个认定 觉得我大概就是演这些 但我会一直找 有没有别的表演方式 对黄河而言 根本的驱动力是好奇 什么角色都演得活灵活现 文青也好 精神病患也好 角色可能有点相同 也可能有点不同 基于这样的好奇 他最想找寻的 是一种坦然的表达 艺术需要逻辑 专业的技术可以让人走得更远 《危险心灵》 是黄河的出道作品 对于黄河的意义 并不仅止于此 也让他思考 自己想在艺术里做到什么 并且努力学习技术的起点 导演易志言经常与当时只有15岁的黄河聊电影 引导他理解 一个好的艺术家怎么思考事情 让他变成一个会思考 有逻辑的人 创作要能把想象具体变成故事 角色 台词 逻辑越厉害 就越能去组织 表达 沟通 越能贴近你想表达的事情 而非只是表达情绪 除了逻辑 电影人的技能还包含技术性层面 《危险心灵》的片场 也是黄河学习技术的第一所学校 黄河国小二年级时 爸爸给他一台擬控相机 并且教他底片 快门 光圈 对焦等基本技术 这让他一到片场就被摄影吸引 拍戏的空档 不时向意志言和摄影师陈大普讨教相关技术 追问听到的各种指令是什么意思 而在片场见习越久 黄河想了解的事情不减反增 驱动他继续问问题的力量 不再只是好奇心而已 他说 我看到了这些专业知识 让他们能执行什么 克服什么 他们因为有这些专业技术 带他们到达遥远的 真正想去的地方 被一致研导演训练了16年 累积对人性的了解 若要用一个词总结高中时经历 黄河说 那是一种教育 我发现了自己某种可以成为的样子 我见到很厉害的人 慢慢发现 这些非常好的艺术家 不管是音乐 文学 绘画 电影 都会非常强烈的看到人性 关于艺术 原性的教育 在 危险心灵杀青后 仍然继续 黄河说 自己被一岛教训16年 其间 一岛开了许多片单 书单 书单从小说到工具书 而黄河也绝非白纸一张 对绘画更尤其熟悉 他从小喜欢画画 高中从复兴商工毕业 大学就读台译大视觉传达系 正是这些训练家总 让他能够从不同艺术当中 累积对于人性越多越深的理解 他语气难掩兴奋 聊到克林木和喜乐 把生死画得很缤纷 很亮 很有力 也聊到莫内画中的睡脸 以及毕卡索画中的牛 再再让他看到 在不确定性中 他们仍认定自己看见的东西 是长成这个样子 说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同样令他着迷的 还有村上春树 1973年的弹珠玩具的公寓 霍普 Edward Hopper 画中的街道 以及杨德昌影像里的城市 因为这些都带着他探索了孤独与疏离的各种不同形式 是黄河从高中以来一直非常注意的主题 姐姐大我六岁 在中心中 在中心中 人可能会孤独 但黄河并不害怕 从 危险心灵 开始的旅程 他从不停止思辨 最根本的是 我喜欢艺术 采访 采访撰文 郑达文 责任编辑 朱宇安 核稿编辑 李扬 声音编辑 黄惠美 感谢TTSMAKER技术支援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